大家好我是洪亮 本期只要和大家讲解电子油门与多态开关的正确操作与使用 首先我们来讲解电子油门 这款拖拉机由脚油门和手油门分别控制 两个油门的作用相同 可根据实际作业情况进行选用 脚油门在驾驶座的右前方 道路运输时应选择脚油门 使用时应反慢柴下油门踏板 发动机转速逐渐加大 切不可猛风油门 以免造成发动机不见损坏 手油门在驾驶座的右方 转到油门手柄向前加大油门 向后减小油门 当拖拉机田间作业时 应选择手油门来获得均衡的动力 注意道路运输时严禁使用手油门 多态开关在方向盘下方有以下三个模式 省油模式适合道路运输或田间转场等小护核作业时使用 标准模式适合悬根或平地等中护核作业时使用 强力模式适合离根或伸松等中护核作业时使用 以提高发动机的强劲动力满足作业需求 根据不同作业的需求选择对应的工作模式 不但可以节省燃油 还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 本期就讲解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